原来猎狗也可以单杀猎物 只见他刚抓住了一只羚羊 并且咬住对方的后腿 将其拖倒在地 就开始了他的掏钢技术 这羚羊说来也奇怪 面对猎狗的捕猎 他就没有想到逃跑吗 而是呆呆地留在原地 任凭猎狗啃咬 要知道猎狗并没有锁住他的喉咙 只要他后腿猛蹬一下 完全可以趁猎狗不注意之际 逃之夭夭 羚羊的奔跑速度 是猎狗望尘莫及的 可惜的是 羚羊宁愿被猎狗蚕食 也不愿意尝试逃跑 看着他被猎狗一点点的掏钢 隔着屏幕都看着疼 不知道羚羊是怎么能忍住的 难道是因为羚羊觉得跑不掉 所以才放弃抵抗 但与其看着自己被猎狗活吃 再怎么也要挣扎一下 毕竟头上还有对锋利的尖叫 也可以用来反击猎狗吗 反观另一边的猎狗 他倒是很从容 可能他今天也没有想到 捕猎会这么轻松 不过这也是他能力所在 平常我们都觉得 猎狗 需要群体狩猎才能成功 尤其是像羚羊这种跑很快的猎物 但是这头猎狗的成功 说明我们低估了他的能力 而下面则更加证明了他的单挑能力 猎狗居然独自狩猎狡马 要知道狡马的个头比他大多了 而且不同于上面羚羊的温顺 狡马脾气可是非常暴躁的 不过猎狗很聪明 他知道与狡马不能正面一刚 因为他没有狮子的力量 可以对狡马进行锁猴 所以他在正前方 不断挑衅脚马 这就有点像是放风筝 用一根无形的线 一直牵着脚马的鼻子走 而脚马则在追逐猎狗的过程中 不断被消耗体力 等到体力被耗得差不多时候 猎狗再找准时机 突袭猎物的后方 一口咬住脚马的后腿 将其拖倒在地 很显然 猎狗的做法非常明智 只要让猎物丧失行动能力 不管猎物的体格有多大 接下来也只能躺在地上 任由猎狗处理了 而事实也是如此 最终在猎狗的一番捕猎下 脚马也只能融为他的盘中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